再来是今天的发泄科学专题 要带您探讨每到产卵的季节 海龟它们会回到原出生地 回游路线动辄几百公里 而且最终都能够抵达终点 好厉害哦 仿佛体内有装了GPS导航系统一样 不过您知道吗 根据国外的最新研究发泄 海龟在回游的过程中常常迷路 甚至绕远路多走上千公里的都有 而当中导航的关键就在于地磁 带您详细了解 可爱的海龟悠游海中 蛇躲在海草中观望 蛇随着海水波动前后徘徊 但是不论游了多远 每到产卵时节 它们都会回游到原生地产卵 长达数百公里的距离 身体就好像装了GPS导航一样 不会迷路 而这辨认方位的能力 竟然与地磁有关 地球它的地磁是从南极出去 然后绕过整个地球 然后从北极进去 所以它南极出来以后很强 然后越往北就越弱越弱 所以每个地点 它的地磁的强度会不太一样 海龟或其他海岸生物 只要记住 我这上面的地磁有多强 那地磁上下来 跟地面的切入的角度 我就是在这个角度就对了 那所以就不会跑太远 地球具有磁性 它的内部就像是藏了一根巨大的磁铁 使得地表出现一圈又一圈 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力线 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它 独一无二的磁场大小和方向 类似经纬度的天然坐标 也因此 海龟就是透过这特殊的地磁坐标 确认回游的方向和角度 但是地磁连人类都无法直接感知 究竟海龟是如何感应到的呢 脑部里头的尸体结果 相对于地球磁场的功能 地磁是一直一直送出来 那这个脑部里头就是 接受这个 用它来调整你的走的方向 讲南天的有点像我们的汽车导航的 但是没有那么精确 海龟优秀的导航能力 向来另外一级经验 但是国外的科学家 在二十二只海龟身上 安装了追踪装置 记录下他们觅食的路线图 却意外发现 总计一百七十六公里的距离 这些海龟却都绕了远路 其中有一只甚至绕到了一千三百零六公里 足足多了七倍之远 显示海龟的方向感 和导航的准确性 似乎你有外界想象中的这么厉害 海龟道交流在 就是你走高中路 然后交流下去 就到田中 但是你太早下交流道的时候 然后你发觉说 这附近都是一些零间小道 那没办法直接到达 就左转右转 因为这等到的窝流很乱 我们讲难听的人用导航 还是会开到粉末去 一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这个误判 其实在海洋生物中常常会出现 除了海龟之外 多数的水中回游进争物 以及陆地上地动的候鸟 其实也是透过地磁导航的方式 找到正确的方向 最常被提到是海鸟 或者是鹿鸟 那就是说它迁徙的路径来讲的话 被研究很久 很多海洋生物像金鱼 鲨鱼 其实都有做过历史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们都是利用地磁当导航 不过随着科技进步 离岸建设日趋发达 海底以及陆地广设电缆 专家忧心 这些对于生物的地磁导航能力 恐怕会产生巨大冲击 其实离岸风车 它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最近在讨论到一个 当你做好之后 这些送电电 它本身会产生地磁 那对鲨鱼啊 对海龟啊 对军整啊 都会干扰它的地磁 但是对整个大洋来讲 影响不大 可是在沿进海的话 那其实这些是被一个 提起来讨论议题 人为的干扰越来越多 加上最新的研究发现 海龟的导航能力 不如外界想象中的这么精准 也替未来他们的回游之路 增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文字幕提供